白色跑車車頭懸迴引擎蓋破碎變形 車體零件外露車輪框也爆了 輪胎上滿是油漬 駕駛座後照鏡撞斷車窗也裂開 整台車多出凹陷 事發當時駕駛從後方追撞小貨車 小貨車從外地來台中果菜市場採買批貨 用後車身被跑車撞上 蔬菜吊滿地駕駛下車報警 一開始跑車駕駛還在 等到警方來他卻已經溜掉了 嚴重車禍發生在台中果菜市場前 11號凌晨4點多 26歲邱信男子跟朋友借跑車來開 撞上小貨車後趁機開溜 警方一開始追車牌巡人 先找上張姓車主 疑問之下才知道駕駛另有其人 據馬薩拉蒂駛駛他是自稱說 碰撞的時候他因為害怕 所以先到朋友家 準備到醫院就醫 他說他只有手腳輕微擦錯傷 警方一開始先對小貨車駕駛酒側 沒有酒精反應 邱信跑車駕駛到岸石 坦承知道車禍還落跑 事發後超過7個小時才九測 九測只是0 在無人傷亡的情況下 車禍事故後逃逸最高開罰3000 加吊扣駕照三個月 到底是不是邱信男子駕車 針對這疑點 警方還會調閱附近監視器 還原真相 他的安全氣囊全部都爆開了 那包括他的安全帶 還有他的安全氣囊的電腦 也全部要一併更換 如果使用一些二手零件或者是副廠零件的話 也可能要150萬才修得起來 最好解這台跑車是2016年出廠 毀損嚴重 若要維修使用原廠零件 專業修車廠師傅粗估 新台幣200萬跑不掉 TVBS新聞 賴崇龍 徐又翔 台中廠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